半江昨天新增24宗本地確診 其中10個人來自Ursis Fitness 群組已經累計有120人左右中招 人數僅次於跳舞群組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的首席醫生歐嘉榮表示 有一名在鴨利州港灣學校The Growth任教的老師染疫 之後在同一個班房工作的另一個老師也確診 一名美術老師也懷疑因為跟他交談而初步感染 歐嘉榮說健身群組的全部確診者 都在今月6日至13日發病 大概有750名密切接觸者已經被送檢 但現在仍未找到群組的0號病人 說他有可能是一名無病徵的感染者 他繼續說就算昨天群組的新增患者數目減少 但在病毒潛伏期長達14天 預計未來一個星期會有更多人確診 不排除本根疫情或會有再大規模的爆發